綽號實施鬼 前兩天我看到俄羅斯內部他們登出來 這是他們生產FPV無人機的 工廠廠房的一個小角落 然後面堆了非常多很高很高的貨箱 然後有一個特別的特質 這些貨箱上面只有編號跟二維碼 其他東西你都找不到 沒有任何一個可以識別出 這個貨箱從哪裡運來的 或他要運到哪裡去 那二維碼內容是什麼 只有他們的系統可以讀 然後這個無人機非常非常的多 那戰爭打到現在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看到很多西方媒體像俄羅斯 俄羅斯這樣戰爭會因為他們沒有無人機 烏克蘭有無人機優勢 而讓俄羅斯吃盡苦的 一年以後我們回過頭來看 好像情況不是這個樣子 那很多人 現在俄羅斯比如說像 我們也在節目裡面抱怨過 俄羅斯對地內薄荷的掌控 他就沒有內核巡防艇 但也來不及生產內核巡防艇 所以他在地內薄荷 基本上是不設防的 就烏克蘭像這種小艇 他愛到哪裡就到哪裡 俄羅斯完全拿他沒辦法 現在有了 現在都是用 無人機 現在用無人機 隨時盯著整個河面就對了 對他只要看到他就俯衝下去 一艘船就沒了 最近光前天到昨天 這一段河面 FPE無人機至少集成了五艘 像這樣的小艇 打到現在 除非利用夜色 不然烏克蘭白天不敢用小艇 渡過地內薄荷 到安東諾夫大橋對面的 已經佔領了滲透的點 去做補給 之前那個地方不是用 伊斯坎德爾飛彈就直接把炸 炸完了 炸完了 還是繼續 對啊他還可以繼續來 其實這來的目的是什麼 至少可以在西方盟友前面 我們有進展 但是你如果都沒有人 你連講都沒得講 所以我記得老師早前有講過 說這段河面 因為真的俄羅斯沒有內核巡方艇 所以讓烏克蘭就如無人之間 所以現在是說 俄羅斯現在找到了一個防守方式 可能比內核巡方艇的效率更高 而且更便宜 而且沒有傷亡的問題 我頂多達不到我不會傷亡 但是對眼睛不好 他這個塗穿畫質 我還蠻佩服 有辦法在這樣的畫質裡面找到這個小艇站 而且還能夠撞得久 這樣子一個四軸無人機 這樣被大量使用 我看到老師還有在分享另外一個 就是反正就是我看到你的裝甲車 我就拼命的 炸 有一段影片 烏克蘭的T-80 那個已經誇張到 你說好 你把它炸掉了 它已經 那個T-80已經被炸到不能動 失去戰鬥能力 它還不放過它 它是炸完了以後 一個缺口 它還從這個缺口一直 大家比打把 鑽的準 一定要打進去 打到整個T-80燒起來 我覺得我們現在真的可能在面臨一個典範轉移的時代 你看老師那段影片 第一個是說 它凸顯了幾個點 第一個點是說 說這個FPV的無人機它有多便宜 我一輛坦克車 當然坦克車造價很貴 它還是直 只是它的使用就是 我就 就這樣子像風群一樣的 武駕 而且它未來這種東西如果再發展 它如果變成AI 對啊 甚至不用人力 不用用目視的方式去 它的威力會更大 第二件事情是 其實很多人覺得 欸我是講 怎麼會有這種打法 五架自殺無人機都帶著 帶著RPG的那個 我們上次有解釋 帶著那個彈頭去 去轟一台 難道 俄羅斯不會心痛嗎 還真的不會心痛 所以我們有查了一下 這裡面 這是華強北的 華強北的 華強北的價格 價目標 這樣子一台 現在FPV無人機 我們看一下它最貴的東西 就是這個飛控 AIO飛控 對它是飛控 因為 大量會更便宜 那飛控也才289 這人民幣吧 人民幣 對啊 289 而且 這個部分負責什麼 就是 它所有的控制 傳輸飛控 這就是這架無人機的大 然後你再加上圖傳 圖傳就是讓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它的攝影機在前面看到東西往後傳 那個圖傳就是這個一小塊晶片處理 然後它後面有接角 接到那個 接到那個小的天線 我們之所以看到畫質這麼爛 就是這個圖傳 你可不可以換 價格好 69塊三毛人民幣 你弄個100塊的 就會有數位的人 就是省錢省到這種程度 然後 再來就是它其他的 包含 包含了 那個GPS它現在已經直接上北斗 因為現在的晶片已經 北斗跟格羅納斯兼容 所以它不需要兩套 它一個這麼小的晶片 裡面就有北斗有格羅納斯 那全部組起來 這一台台幣不會超過6000塊 那你如果在這麼大的數量 一定會很便宜 那你6架FPV去裝一台T80 怎麼賺 怎麼賺怎麼划算 這已經沒有什麼算帳的必要了 是不是沒有成本的問題 對而且我剛剛講說 典範轉移就是說 我看到那個影片的時候 我突然想到說 過去這個 世世代代的裝甲 並接受的訓練 比如說你要怎麼樣 進行裝甲運動戰啊 然後你之前受的訓練 通通拍不上用 完全沒有用 對啊你怎麼樣 讓你的正面贏敵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戰身運動這些 比如說你要用你如何用最後的裝甲 去對著你的敵人 但你沒辦法對敵人 因為是敵人 敵人會從另外任何方向來 他敵人就鎖定你最脆弱的部分 你不管怎麼轉 他就是亡人 就是 我們看到那個影片 我們可以體會那個跳 一開始跳下來的那個駕駛兵的無奈 他真的沒有辦法 他有再高超的駕駛技術都沒有用 他怎麼辦 他那時候其實最佳解就是跑 就是跑 但是後來車上成員看得出來車上成員 就是T80丟著給你炸 我跑了 就是你被一架盯上 你大概就會被風群盯上 一開始的時候還有成員 願意拿滅火器下來滅火 到後面連滅火都不要 因為你都只一架 好你滅火 那警察看看還能不能跑 如果車子還能動 那你還可以開回去 不行再用無線電叫人來拖 不是 是一發一發一發 這樣連著五發炸到開心 那你是車主成員 你怎麼辦 我覺得這最誇張 還是我們搞什麼無人機國家隊 我們要趕快成立這個華僵北國家隊 台灣曾經有這樣的產業 事實上現在在 現在很多在對岸做這些 很多是台灣過去的廠商 那我們曾經有一段時間 就是我們的供應鏈 我們無人機 像這樣無人機的供應鏈 台灣掌握90% 但是因為我們台灣有 全世界最嚴格的無人機法規 所以這些廠家他為了生存 他只能到對岸去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 我們每次跟老師直播到 過程當中就會覺得很感慨的 就是一場戰爭現在打給你看 當然戰場是很殘酷的 但就是因為他殘酷 所以我們會想說 從中要學到一些經驗 我們避免不管是 不管是從人類的角度 或是從我們自己 建軍備戰的角度 這些事情就可以做 我們還在那邊要搞無人機國家隊 然後跟你說什麼 要跟什麼大廠合作什麼 不是不重要 只是覺得那個 那個的性價比 效率 或是符合我們要需求嗎 我為什麼會這麼清楚 因為我以前 因為我有 凱翔應該知道我有在玩 玩那個穿越機 所以我以前這種 我是自己煮拿 拿那個焊槍自己喊 然後這個飛控 這個飛控裝上去以後 它必須要有程式 飛控程式 我會改 我是可以有能力改飛控程式 所以這段過程我很清楚 那整個 在台灣整個像這種 FPP衰弱的市場 它其實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節點 因為 當我們的 過於嚴苛的法令 一通過以後 就不會有市場 因為你現在在台灣 你知道在不應該飛的地方 拿這種無人機起來飛 飛一次30萬 我覺得 飛控這個地方 未來老師 你會預言它的發展 它就變成AI了嗎 你甚至人都不用在那邊盯著 大陸已經有了 就是你人類不用盯著 可以啊 像是油彈炸彈一樣 就飛上去之後 它自己尋標了 其實都可以 因為它的關鍵 這些硬體都可以達得到 它的問題出在軟體 跟我們大家想像的不一樣 其實像這樣的一台飛機 它所需要的硬體的成本跟能力 並沒有很高 但是它對軟體的要求很高 大疆的無人機 為什麼大家 大家在全世界各地賣的這麼好 並不是因為大疆的機體啊 什麼有什麼很了不起 而是大疆其實是一家 用無人機製造偽裝的軟體公司 大疆的軟體實力 才是被大家嚴重的低分 無人機的飛行 比如說飛行穩定啊 什麼航程那些都是 全部都是軟體 那些都不是 就是大家技術差距不會太大 但是真正是軟體 你的股價我也有啊 你的電機我也能夠做啊 就是台灣的無人機國家隊 想要做的就是我要生產 可是我們的國家隊忘記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根本不理解 無人機真正的核心技術是什麼 它核心技術是軟體 大疆 大疆每年投資最多的地方 並不是它的硬體設計部門 而是它的軟體部門 會不會未來的戰場 就是我們看到 像現在在俄羅斯戰場上面 還是這個 對不起 烏克蘭戰場上面 還是滿地的地雷 未來是滿地的地雷 不說天空還有一大堆 在那邊遊蕩的無人機 很快我們就會遇到 自己會走路的地雷了 或者是說 空中就飛著那些 都是用AI操控的 然後他就事先輸入 什麼樣的目標之後 他就每天施放上去 人也不用顧了 這點就是 因為我們很多在看這個問題 我們很多在看 國邦上面的問題的時候 跟看技術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 會有互相衝突 這個我們在這一集 軍事雜談最後F&Q的地方 我可以順便講一下我的感想 結果我們前面講太久了 我們時間快不夠 我們趕快 趕快趕刻 再來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的V-22 在澳洲跟澳洲聯合軍演 就為了應對中國 在跟澳洲聯合軍演的時候失事 然後因為這個失事 上面這架垂直起降的魚鷹有 上面載了20個海軍陸戰隊 那目前我們知道就是目前沒有 還沒有證實的死亡名單 但是有人失蹤 所以還在搜救中 那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就順便想讓各位知道 想讓觀眾知道一下 其實魚鷹是一個一架 在安全紀錄上面很不安全的飛機 就是我們這邊有列出每百萬小時 就是美國海軍陸戰隊自己擁有的飛機率 每百萬小時的失事的次數 那魚鷹是3.94 3.94 可是這裡可能跟大家 當然這數字越高 表示這架飛機越常常出事 也就是我們印象中的 就是比較倒楣的飛機 那可能跟大家印象不同 在美國海軍陸戰隊裡面 失事率最高的一型飛機 叫C-20運輸機 就常常摔 就是因為它老了 美國海軍陸戰隊其實 沒有很多的預算可以太換 而且他們一直很想要換 然後原本的魚鷹他們並不是很喜歡 可是就是硬塞給他們 所以再加上最近又 最近他們又得要去接收CH-53E 就是總碼 那也是很老的 他們好不容易說服國防部說 好我們這個老總碼 我們想要泰換升級 國防部說好沒問題 然後就 結果泰換的金額 如果你覺得F-35已經是很貴的 那新的給幫海軍陸戰隊 泰換的那個總碼 每一 那個直升機 每一架直升機 可以買兩架F-35 為什麼會這麼貴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就是不斷的加 不斷的改以後 結果 光這個總碼就把 海軍陸戰隊想要泰換 其他更危險飛機的預算持光了 所以他們也只能這樣子用 所以 所以這幾年美國海軍陸戰隊 一直想要跟美國海軍分家 他們一直在遊說國防部說 可不可以讓美國海軍陸戰隊 成為一個獨立的軍種 我記得早前 漁英部署在沖繩的時候 就被當地居民看 你說他施視力很高 因為不安全 為什麼會 那時候剛出部部署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知道這種飛機 這種飛機他天生有不安全性 他的優點 剛好成為他的缺點 我們會有 我們會有影片讓大家看到 漁英 當然他很方便 他可以收著 他可以在想要垂直起飛的時候 垂直起飛 想要飛很快的時候 把螺旋轉過來 他就是一架飛機 好 那他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他起飛了以後 從直升機變成飛機的 這段過程有轉換 對不對 他的螺旋槳從原本在上面轉 你把它慢慢移到 變成前面轉 這中間是有一段轉換過程 你的生力在這邊很不穩定 這個過程裡面 只要忽然有側風 或者有什麼極艦 或甚至飛機的平衡不平衡 飛機就會開始側滾 而這種飛機只要一輕側 他不會有滑翔能力 他就直接下去 就是先天上他的問題 因為他的發動機是可以變角 而這個變角是以人類現在的 因為他現在還沒有AI輔助 他就是純粹程式寫好的 那他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完全取決於飛機設計師 累積了多少經驗 而目前我們看到 這個轉換的過程 其實是很多飛行員很害怕的 OK 偏偏他又是載人的 所以他一旦出事的話 就傷亡很慘重 他只要出事就出大事 所以很容易就上新聞的媒體 那這個是沒有辦法 因為這是這種 你把飛機設計成 它會在不同的生力狀況 因為他一開始垂直起 這樣你的生力完全是螺旋槳 可是當你開始要向前飛的時候 你的生力會慢慢有你的機翼取代 而在這個轉換的過程裡面 我們的想像它應該是線性 應該是很平滑 但事實上大自然 並不會給你這麼開心的生活 它中間是轉換的過程 很容易出問題 而這個一出問題 飛機就失控 然後是新鮮的